挪威南端第一家海底餐厅 Ander已经开业 在享受美食的当儿 还能欣赏海底美景 值得一提的是 它也是欧洲第一家海底餐厅 每个人的平均消费可不便宜 要价大约1700令吉左右 除了是餐厅之外 在特定时间 这家餐厅还会摇身一变 充当海洋研究中心 探索挪威海域的各类生物 木板覆盖着走进来 最初的感觉就像是进入桑拿房 八米长的楼梯 通向的是一个能够容纳 大约40人的用餐区 透明的窗户围绕着的是大海 这是欧洲第一家海底餐厅 地点就在挪威的南端 它被称为Ander 在挪威语中的意思是奇迹 幕后工程来头可不小 承包的建筑公司 曾经在首都奥斯路创建歌剧院 就连美国纽约911纪念博物馆 也是他们的作品 公司创办人就表示 这家海底餐厅可以应对恶劣天气 还能充分利用地理优势 在非用餐时间充当海洋研究中心 探索挪威海域的各类生物 目前已经有超过7000名顾客下订单 餐厅主厨就坦言 如今Ander是因为海底餐厅的噱头 而受到瞩目 他希望有朝一日 顾客是因为美食而前来光顾 目前这家餐厅只开放给业主的朋友和家人 到了下个月 将会正式迎来第一批前来消费的客人 餐点都是以当地食材和海鲜为主 每个人的平均消费大约是430美元 相等于1746令吉 享受美食的当儿 顾客能够在滴水不沾的情况之下 尽情享受海洋的美丽 来到挪威 荷包又满满的话 可以考虑来一餐海底盛宴 NTV7综合报道